我叫赵文君,来自湖北武汉 我叫赵文君,来自湖北武汉 我的本科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学院 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 Teacher's College Bilingual by Culture Education 专业今年的新生 新生入学的话,学校会有一个网站 然后告诉你一步一步怎么走流程 主要的话就是首先要注册,然后选课 然后你把课程全部选定之后 然后就缴这个学习的学费就可以了 就一开始的话,Advisor会通过邮件跟我们联系 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学期的必修课是什么 还有他推荐的一些选修课的 他会列出来,然后发给我们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会跟学姐啊 有一些沟通在微信群 然后就会询问一下什么样的课会比较合适一些 喂,学姐 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选过 Linguistic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这个课啊 因为我这学期挺想选的 但是我就是怕作业会不会比较多 还有那个Professor人怎么样 打分会不会很严啊 好吧,我知道了 然后来了之后还有一个星期 可以旁听你所有感兴趣的课程 最后再做决定 交费的话 因为设计的额度也比较大嘛 然后一般就会 父母直接会从国内电汇到学校的账户 或者在这边办了自己的银行卡之后 然后可以用银行卡在网上交费 这个地图也是我们愿欢迎新生的一个布置 然后有每个学生的照片 然后在地图上还有用图钉标出每个学生是来自什么地方的 然后这里就是我的照片 国内以前上大学 其实就是学校有什么事物的话 一般都是学校会和辅导员会联系班长 然后班长再一个一个叮嘱到每个人 然后这边其实就是你自己要随时去关注 网上更新的一些动态 还有我自己的邮箱 然后就自己要操心的比较多吧 那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离家 然后来到异国他乡的城市 我觉得整个入学的过程走下来 虽然自己一个人遇到了一些困难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无助吧 但是把所有的东西完成之后 不光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然后觉得得到锻炼之后 对自己的帮助也很大 然后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学习生活